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学期的最后一次课 今天有两个主题 一个是Textural Mapping 另外还有一个是几何转换 那今天这两个主题 文理贴图还没有完全讲完 所以我们后面还有一些 比较难一点的内容 然后讲完的文理贴图以后 那剩下的两个小时不到的时间 我们会来介绍几何转换的技术 好 那上上礼拜大概有解释过 文理贴图的意义 那今天再稍微描述一下 所谓文理贴图 就像刚刚头影片所讲的这个例子 我们有一个三度空间的固件 然后我要把一张照片贴到这个模型的表面上 那一般常看到的贴图方法 其实很简单 就是说我假装有一个平面 然后另外还有一个曲面 然后我去创造出一个转换的关系 把影像平面上的点座标对应到曲面上面的点座标 然后把影像平面的色彩值 复制到相对应的曲面上面那个位置 那这样子就可以把整张影像的所有色彩资讯 一一的对应到物体的表面上 那我们上礼拜有 上上礼拜有比较过这个文理贴图的次序 那这个也是以前的考古题 我们看一下说有什么样的次序呢 假设说左边是一张影像 文理贴图的影像 我们用UV座标来表示 影像当中每一个像素 那我要贴上去的物体的表平面 因为它是曲面 所以我们用三度空间来表示 所以物体表面的座标叫做 X-Penar Y-Penar D-Penar 那贴上去以后的这个影像内容 我们的眼睛不能够直接看到 虚拟环境当中的三一物件 我们要假设虚拟环境当中有虚拟相机 它去拍摄到的影像 变成二度空间的投影照片 再透过显示器给人的眼睛来看 那如果说我假设有两部虚拟相机的话 那两部相机拍摄到的画面有相差 那么人的眼睛看起来就会感觉到立体的内容 所以我们有三度空间的点座标还不够 还要把X-Penar Y-Penar D-Penar的物体表面点 再透视投影到荧幕空间上面来 然后给人来看 荧幕空间的座标叫做X-Y 所以我们的文理贴图终究就是要从UV坐标 然后转到X-Penar Y-Penar D-Penar以后 再转到X-Y平面 所以我们从UV到X-Penar Y-Penar D-Penar的这个F转换 再加上X-Penar Y-Penar D-Penar到X-Y的P转换 两个步骤其实是可以合在一起的 假设说这个转换是用矩阵来表示的话 你可以想象就相当于是把矩阵相乘就可以了 那当然也有其他的方式不一定要用矩阵来表示 所以F跟P合在一起 可以单独用一个G函数来表示这个转换的关系 好 那这个转换的关系我们在上礼拜介绍到说 我可以以影像的坐标为主 然后每一个影像坐标点去算出荧幕坐标点X-Y 然后再把影像坐标的色彩素质 再复制到对应的荧幕坐标的位置上 这样子的次序叫做Texture Scanning Order 就是以扫描文理影像为次序 那另外一个方法就是叫做 荧幕扫描次序 Screen Scanning Order 它的意思就是说 荧幕上每一个点依序拿出来 荧幕上每一个点 去计算出相对应的在影像平面上的UV坐标 然后再把影像平面的UV坐标点的色彩值 再复制到对应的X-Y位置上面来 所以这个就是以荧幕扫描为主的次序 好 那我们在上礼拜解释说 这两个扫描次序各别有它的优切点 先来看第一个 荧幕扫 讲错了 贴图影像扫描次序 看比如说故事 直接从贴图影像 依序一个点一个点拿出来 转换到荧幕平面上 这个方法的数学公式很直接 那它的切点就是说 我这样的转换关系 我不敢保证 荧幕上面的每一个点 都可以从贴图影像找一个点对应过来 如果荧幕上的某个位置 没有办法找到 影像平面的一个点对应过来的话 那么它就会空在那边 形成一个破洞 所以说以荧幕扫描次序为主的做法 真的转换还是容易取得 但是转出来的影像 就是荧幕它一定会有破洞 所以我还需要花第二个步骤去把破洞 补完整 就是textual scanning order 这种方法 它的优点就是转换难速容易取得 切点就是说我没有办法一个步骤 就得到完整的荧幕画面 所以必须要经过第二个步骤去补动 那screen scanning order 它相当于是做一个转换 也就是说从荧幕空间当中 一个点一个点拿出来 透过Edge的转换 到影像当中去寻找对应的点 然后把对应点的色彩素质 复制到这个位置上面来 那这样子的做法 它的优点就是说 我只要一个步骤 我保证荧幕上面的每一个点 都可以从对边的影像当中对应过来 所以这个方法 我保证我的荧幕空间不会有破洞 但是它的缺点就是说 有可能这个Edge的这个环转换 它比较难以取得 好 所以这是我们在上礼拜所介绍的 两种贴图次序的比较 好 所以刚刚讲的话在171页上面 这边有一句话就是说 Screen Scanning Order 它又称为是Inwards Mapping 就是缓向的转换 它是最被常用的方法 因为它只要一次的扫描 我就可以创造出完整的荧幕的画面 不需要再去补破洞 好 所以以上是一个一般在做文理贴图的方法 那现在有一个问题来了 通常在做文理贴图的时候 因为我们要贴的对象是三度空间的物体 所以你用一张平面影像 要去贴到一个三度空间的物体上面 就好像说你拿一张纸 要来包住一颗鸡蛋 鸡蛋是三度空间的物体 一张纸要包住一颗鸡蛋的话 这张纸你的作者一定会非常非常的多 那么包起来的外形一定不会很漂亮 所以用什么样的 有没有什么改进的方法 那我用一张纸去包住一个物体 包起来的效果 就是做这个文理贴图 效果会比较好 所以我们这边介绍了另外一类型的技术 叫做Soil Detectual Mapping 那也有人称它叫做Two-Part Texture Mapping 好 那我们来介绍这个方法的观念 比方说有一颗鸡蛋在这个地方 你要把一张纸贴到鸡蛋的外面 我想大家都可以想像说 我这个鸡蛋是上下左右都有它的面向 我一张纸怎么把它贴上去呢 这个可能要分好多个步骤 把鸡蛋分为了很多个部分 然后个别去贴 所以有点麻烦 或者说讲一个例子好了 等一下我要讲个范例是说 我如何把一个人脸的影像贴到人头模型上面 好 那所以面对这样子的议题 我们这边创造出一个方法 叫做Two-Part Texture Mapping的作法 那所谓的Two-Part Texture Mapping 你可以想像就是要分两个步骤 那分两个步骤就是说 我要无中生有的去创造出一个中间的媒介物 这个中间的媒介物给它一个名称叫做 Intermediate Service 这个Intermediate Service 是根据你的物体的大概形状去定义出来的 比方说我今天要把一张纸贴到一个鸡蛋上面 鸡蛋看起来有点像是一个盐椎体 或者是一颗盐球 所以我们可以用数学先创造出一个Intermediate Service 也许我认为鸡蛋比较像一个炎柱面 那也许你认为比较像是一个盐球 那没有关系 我会取一个盐柱面来当做Intermediate Service 你会拿一颗盐球来当做Intermediate Service 所以我们的贴度动作两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是把二度空间影像 就直接把它先贴在这个盐球表面上 或盐柱表面上 我刚刚讲的Intermediate Service 是一个数学可以表示的公式 所以从平面到这一个盐柱面 或这个球面 已经有现成的转换公式了 就好像说你看你想一个问题 画地球仪 一个地球仪要把它变成一个地图 我们以前是不是从国中高中都学习过说 如何把一个地球的表面把它变成为一个地图 那你想想看 如果我把这个二度空间影像贴到一颗盐球上面 这个动作是不是刚好把地图反转换成为 讲说把一个地球的表面 反转换变成一个地图一样的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一颗球表面的坐标点 跟一个平面的坐标点 这个对应关系 其实是早就有的 我们不需要重新去设计 那一个岩柱面跟一个平面的对应关系 你看这个例子 看起来就像是一张纸把它剪成一个岩筒 那这个对应关系也是早就有的数学公式 你可以去拿一些数学书本上面的几何转换公式 就可以得到这个转换的关系 所以我们的第一个步骤就是说 创造出一个intermediate service以后 把照片又已经存在了数学公式 把它转到这个intermediate service表面上 接着把这个intermediate service 把它套在你要贴图的这个物件的外面 你看这个例子 我假设说这个物件的大概外形像是一个岩柱形 所以我用一个岩柱面 当做是intermediate service 把影像贴到intermediate service以后 再把intermediate service套在物体的外表上 那你就想像 你把intermediate service 想像出来说 就好像是那个保鲜膜一样 加热 那这个保鲜膜就会收到物体的表面上 就好像贴图上去 所以 这边我们介绍一个新的方法 是比较适合用来做三度空间贴图的做法 就是说先创造出一个物体的 一个可以用数学表示的大概的外形 当做intermediate service 然后再把影像贴到这个intermediate service表面上 然后再把intermediate service表面 再转换到物体的表面上 这样子的做法 对于三度空间物表的贴图 做出来效果 会比较逼真一些 好 所以你看到这边的步骤 有两个步骤 一个是从2D贴图影像转到intermediate service的表面上 我们称这个转换叫做smap 这边没有写 The texture image is embedded in the 3D space of intermediate service 就相当于是把这一张影像贴到intermediate service上面 这个贴图动作叫做smap 那从intermediate service在贴到物体的表面上 这个贴图我们称为叫做all map 这边有写在170页 这个图的这个页面上面 这边有写个all map 就是从intermediate service贴到物体表面上 好 那么刚刚已经讲到说 smap是用既有的存在的数学功夫去做转换 我们等一下会看到一个 用研柱面来当做intermediate service的公式 这个是很简单的 那么没有的是我们要自己去创造 就是从intermediate service 要转换到物体表面上 我应该怎么去创造出这个转换公式呢 这是我们要考量的 好 那two part of digital mapping是1986年 有两位学者他所提出案的方法 他们在他的论文当中 他们建议 从intermediate service转换到物体表面上的这个动作 有四种不同的函数你都可以来使用 来看一下 要从intermediate service转换到物体表面 所需要用到的这个all map 有四种不同的转换观念 第一个叫做缓射射线 reflective rate 第二个是考量物件的滑线方向 叫做object normal 第三个是以物件的执行中心 来设定的射线 这个方法叫做object centralized 那第四个方法叫做intermediate service normal 以intermediate service的滑线方向 来设定对应的点 那我们再来看看看图搜换式 来看看这四种对应或转换的意义 第一个叫做缓射射线的方法 你看喔 这个黑色的沿线里面 它代表是一个物体 边缘就是物体的外表 这边有一个弧线 这个弧线是代表的intermediate service 好 我们现在的目的是要去把 intermediate service上面表面的点 跟物体表面的点 要去关联起来 就是得到它们的对应关系 好 第一个方法 反射射线的方法就是说 你要先定义好一个观察点 然后以观察点看到物体的表面上的某一个点 假设这个点叫做W SW YW DW 好 那我们假设说 对一个物体表面上而言 露射光的角度等于反射光的角度 所以找出这个点的滑线方向 然后视线露射过来 它就会沿着一样的角度 反射出去 反射出去的光线 碰到的intermediate service 这个SiYi 这个点 我们就称 intermediate service 这个点 就是物体表面上这个点的对应点 那么我就会把这个点的色彩值 复制到这个位置来 好 那你可以看到这个方法有什么切点 我的视点 位置改变了 那么我对应的点就不一样 所以这个变化就会变得非常非常的大 变成是跟观察点相关的一个对应的公式 所以只要物体 你看着方向改变了 你就要重新去计算 比较耗时间 再来看第二个OMAP的做法 叫做Object Normal 好 比方说 回到刚刚的议题 我们是要对 intermediate service 跟Object Service 中间的点 建立一个对应的关系 好 那我们现在是以物体的滑线方向为射线 所以比方说 这是一个物体 我表面上选了一个点以后 这个点叫做SWYWDW 我就以这个点的滑线方向射出去 去碰到intermediate service表面上的某一个点 那我就建立好 这个点跟这个点是对应点 好 问一个问题 这个方法这样做法有什么 优点或缺点 主要是它的缺点 它的缺点是说 因为我是以物体上的每一个点 个别去考虑 我物体表面上的所有点 个别都去考虑 全部都考虑 所以我保证 物体表面上的每一个点 都可以从intermediate service上面 找一个点对应过来 所以物体表面上 不会有任何的破洞 对不对 好 那另外第三个方法叫做 Object Sentroid的方法 Sentroid的是指说物体的质量中心 所以你看 我以物体的质量中心点 跟物体表面上的任何一个点 画一条射线 连接块的射线 然后延伸到intermediate service上面 我就建立了这个射线在物表上的点 跟intermediate上面的点 建立它们的对应关系 也就是说这个点跟这个点对应在一起 如果这样射过来的话 就变成这个点跟这个点对应在一起 那所以 Object Sentroid的方法 也是保证物体表面上的每一个点 我都可以对应到 因为我们可以以物体表面上每个点 个别去跟中心点 就是指向中心点 连一条线 所以我可以指到每一个intermediate service表面上以后 我物表上的每一个点 都可以找一个intermediate service 对应过来 所以我保证物体表面上每个点 都可以被对应到 所以这是Object Normal 跟Object Sentroid的两个方法 它的优点是这样子 切点是看不到 切点其实是它做出来的 它的逼真度比较差一点 这个不当做考试的范围 因为这边会有一些比较难的议题 所以我就把它排除叫考试的范围 再来看第四个方法 第四个方法叫做intermediate service normal 就是以intermediate service上面的每一个点 然后以它的滑线方向连线 去接触到物体表面上的点 然后就建立好intermediate service上面的这个点 跟物表这个点的对应关系 那你看看这个方法有什么切点 我是以intermediate service为扫描的次序 所以这样的做法 我就不敢保证物体表面上的每一个点 都会被对应到 所以就会有破洞 所以我们还需要再想办法去内插鼓动 但是这个方法虽然有这个切点 也需要两个配置才能够完成 但是它做出来的这个外形贴图的样貌 会比较逼真一点 好所以这是我们刚刚所在讲的 Tool-part contextual mapping 当中的第二个Mapping 叫做all mapping 它可以有这四种不同的方法 好那接下来我就以我们以前做过 做人眼贴图来当做例子来说明 来先看一个例子好的 这是我们以前所做过的一个例子 这是一个灯头的模型 那我对这个灯前面后面左右两边侧面 各别照的四张影像 然后要把这四张影像揭图在一起 然后贴到这个人头模型外表上 然后变成是一个比较像是真的人头一样 好所以我们现在要用Tool-Making 来做这件事情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说 这个时候我会选择 因为一个人的人头 你可以把它看成 它的简化的结果 可以把它看成像是一个研柱面 所以我们会选择研柱面来当做人头的intermediate service 所以我的做法就是会先把刚刚一个人头的前后左右拍出来照片 把它贴到这个研柱面上面 然后再把研柱面套在人头的外面 再把研柱面当做是保鲜墨收到这个人头的模型上面 我的目的是这样子 好那我们来看看 在这两个步骤当中 他们的做法 第一个步骤是先要把照片先贴到研柱面上面 第一个步骤 就是说 影像平面的坐标叫做 XAYA 那研柱面 因为研柱面是三度空间的点 所以我的研柱面的坐标 用XS SY S E 所以 第一个 转换叫做 SMAP 从影像平面贴到研柱面上面 接着第二步骤再从研柱面再贴到头的模型表面上 所以第二个步骤叫做 OMAP 就是从研柱面贴到人头的表面上 好 那第一个步骤 SMAP 你要怎么设计 它的公式其实很简单 就是这样子而已 为什么公式设计为这样子 其实这个公式的意义就相当于是要把 一张 XY平面的人脸照片 要贴到这个研柱表面上 那以前你们所学过的数学 研柱怎么表示 研柱你可以把它假设有 XY Z的坐标 这是指教坐标 研柱坐标 习惯 我们表示成为 R C H 也就是说 有一个角度 有半径还有高度 H 我先说一遍 我们刚刚看到说 我要去做2-park tectual mapping 我要把一张脸孔影像 先贴到研柱表面上 那研柱面的坐标是 R C H 我的贴法相当于是 这张影像拿过来 就贴在物体表面上 这样绕一圈 就跟这个图形一样 你可以看得到这个纹理 这样绕一圈贴上去 所以贴上去的数学转换公式 就是178页的这个公式 你可以想像 这个是XA的坐标 假设说 这个叫做XA的坐标 假设这叫做YA的坐标 我要把这张照片贴到这个模型表面上 你可以想像说 这边这样绕一圈 这个地方贴到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贴到这个地方 那一步一步移过来 相当于这样贴上去 到一圈到这边来 那你看看 我的Y 我的X坐标 相当于要换到不同的角度上面 研柱的意思是 有R Theta H 可是我现在要贴上去的对象是 研柱面 研柱面就表示说 我的半径是固定的 不会再变大变小 有不 你想想看嘛 你今天在做灯笼 你做出一个 研柱形的骨架 你要这样比较浮上去 不是这样贴上去吗 那你想想看 不同的X坐标 贴到哪个地方 代表贴到不同的角度上面吗 OK 贴到不同的角度上面 所以我们的转换关系 R X坐标要贴到这个上面来 换算出这个值 这个值是代表什么 其实就代表了角度 为什么 你看 我们要换算的坐标是 影像平面的X坐标 这个X坐标 换算到半径乘上角度 代表弧度 半径是固定的 所以我们的不同X 对应到不同的Theta位置上 所以你看 不同的位置 对应到不同的这些位置 一行一行一行的 对应到这边的一行一行一行 那你看看这一行一行 不是代表不同的角度吗 这个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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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们的转换关系 从这边比较难 所以我才说不当做是考试的内容 只是让你了解说 我们在做文理贴图 其实数学公式可以变得非常的复杂 这个还不是最复杂 等一下会更复杂一点 所以我的X坐标 转到Theta 所以转出来结果 其实就是这样的 你看 你看 这个数值相当于是Theta 你看 Theta是等于R分之X R分之XX 这边只在乘上一个放大倍率而已 比方说 你的照片 这个高度是10公分 如果你的岩柱是8公分 你这10公分要贴到这8公分 是不是要把它收小 所以我的C就变成为0.8的意思 OK 所以C是一个放大收小的比例子 那为什么它再加上一个Theta0 因为你的贴图 这个贴图贴到这边 你是要从这边开始贴过来 还是从这边开始贴过来 还是从这边开始贴过来 总是有一个Offset 所以Offset就是用角度来表示 你要从这边开始贴 还是这边 还这边 你可以自己去定义 OK 好 所以你可以想像 如果我的转换关系 从影像平面到炎柱面 就是从Apus 度高 换算到C 度数值来 那Y呢 Y呢 刚刚这个C讲的不对 C讲的是角度跟Apus 的关系 刚刚讲的 黑板上讲的 应该是Y的这个D 你看 Y乘上DY 得到结果变成H 也就是这个H高度 我影像的高度是Y 所以刚刚讲说10公分 要变成为8公分 这个时候你的D 就设为0.8 对不 好 那另外这边又加上一个H0 表示什么 表示我的沿住是这样子 我贴图的位置贴这一部分就好 下面我不要贴 从上面边开始贴 可以啊 所以这个地方就是H0 你可以先往上移一点位置再去贴 我下面不要贴到有什么关系 所以你可以去调整 好 所以这边只是在告诉你说 这一个转换关系 就是在描述影像平面 到沿住面的转换关系 其中 应许你在角度上有一个 Cita 0 Offset 应许在高度上面有一个H0 Offset 就是这样子而已 好 那我们刚刚一开始上课提到说 文理贴图有两种次序 一个是从文理影像到 这个Intermediate Service 你也可以改成为从 Intermediate Service 缓转换到影像平面 那就是这个公式 我们假设 XY是影像平面 Cita H是圆柱面 我们现在改成为 从圆柱面转换到 XY影像坐标 所以你看 这个缓转换就是 Cita H 对应到这边叫做 Ecus 这边就是Y 为什么看得出来这边是Ecus 你看 R乘Cita 不是就是Ecus 只是C在做一个放大缩小的变化 在引许一个Offset的角度为了变化 所以下面这个是相当于 从Intermediate Service 转换到影像平面的 SY坐标的转换公式 好 所以这个系数 C跟D 都是代表的 炎柱面跟文理影像之间的水平跟垂直的放大缩小的倍率 那接下来我要从Intermediate Service 要再转换到脸孔表面上 好 那这边会碰到一个问题了 我们刚刚所提供 再看一眼 我们刚刚所提供的影像 其实 做贴图用的影像 其实就是用相机拍摄到的 例如说你看到刚刚这个例子 我今天要去贴图 把这些照片 这些照片 要贴到物体 就是脸部模型的表面上 好 那这个照片怎么来的 当初是那个人 我用相机去拍摄 好 现在问题来了 我把用相机拍摄的影像 贴到物体表面上面 会不会产生什么问题 来看一下 以这个例子来解释 假设这是一个等点 你从正前方看到这个脸孔 是这样子的样貌 如果你改成为 从天空往下来看这个脸 他的脸其实是这样子的 有一个幅度的 然后在他的鼻子 从天空往下来看这个脸 他的形状其实是这样子的 好 所以有一个是front view 一个是top view 好 那假设说你在拍摄到这个人脸的时候 是一部相机摆在他的脸前 假设这是一部相机 摆在脸前去拍摄出这张照片 好 好 那你想一个问题 我将来要把这张影像贴到这个模型表面上 我们刚刚所用到的textual mapping的做法 其实相当于是把一个人的脸孔的皮剥下来 你看这个例子 我们在做textual mapping的时候 你看这个范例 我要把这些照片贴到三度空间的 人头模型表面上 我们要能够用tool part textual mapping这些的话 我要把这些照出来的照片 先把它转换成为好像是一个人脸的皮被剥下来以后 再把它贴到这个头部模型上面 但是这个人皮剥下来 跟照片的内容是完全一样的吗 其实是不一样的 来 哪里不一样 这个人皮就好像说一个人头的表皮被剥皮下来 变成这样子 这个内容跟这个内容并不完全一样 哪里不一样 看这个例子 来 假设说这个点是有点圆 你从天空往下看这个点 有点圆 好 你看这个圆的每一个点都有不同的滑线方向 那这个滑线方向跟影像平面的垂直的光轴 夹角不一样的话 你会发现到说脸皮上面的不同位置 映射在影像平面的间距是会不一样的 几个例子 我在这个脸孔上面 每间隔固定的距离选一个点 相同距离选一个点 也就是说这个段落的距离跟这个段落是一样 跟这个段落是一样 跟这个段落是一样 这个都一样的 表面 在人脸的表面上我选择等间距的点 你看看这些等间距的点映射在影像平面上 等间距的点在影像平面上还是等间距吗 不是的 所以如果说你直接把这个照出来的照片 要像人皮贴到你这个头的模型上 贴出来会恢复原状吗 不会啊 那你看看 越侧边的 越旁边的 越旁边的 它会被搜搜的越小 这个图就可以看出来 所以我们要去做 tool part of teacher mapping 我一定要想办法 先把这一张脸部的照片 在这个方向上做非线性的放大 中间放的比较小 旁边要把它放的跟它一样大 越旁边的要放的越大 你将来才能够贴上去结果 看起来才像比较真人一样的脸孔 好 所以我们在那个脸孔影像要贴图之前 你还要有一个步骤 先把你的脸影像先做非线性的拉宽 越中间的变化越少 越侧边的拉得越宽 就像刚刚这个例子 你看哦 我把这个 在弧字另外一张 转一下 变成左边的影像 所以有四张要粘成这一张 我要粘成这一张的过之前 我要先把这个脸孔 在水平方向先放大 有没有看到一个结果 越中间的被放大的越小 越側边的被拉得越大 所以这张影像被拉成这样子 这个影像被拉成这样子 这个影像被拉成这样子 之后再把这四张影像 这边有两张 再结合起来变成这张影像 再把这张影像 再把它先贴到圆柱面上面 再从圆柱面转换到人头表面 这就是我们在做的二部分 好 接下来还有一个问题 还没谈完 我如何把这个影像 变成这个影像 那我们没有额外再去做 我只是把刚刚的 All Map的数学公式 再做一点改变而已 来看一下 刚刚我们在介绍说 从影像平面 转到圆柱面的公司 是这样子 我如果采用缓转换的话 公式变成这个公式 所以相当于是描述 X跟Rc的关系 就是这个关系 这边是X 这整个刚刚是X 就是这个X座标 跟Rc相乘在一起的结果 好 这个是没有去把脸孔 做非线性的放大 我现在要把这个公式稍微修改一下 相当于会把脸孔 做非线性的放大 你看我怎么搞 我只不过是把这个数学公式的Sita 变成为Sin-Sita而已 你比较一下这个公式 跟刚刚这个公式的差别 第一完全没有变 只有角度有变 你看R over C 乘上Sita-Sita0 跟这个公式来比较 R over C 刚刚是Sita-Sita0 只是变成Sin-Sita-Sita0 所以它们的差别公式就是这样子而已 前面没有去做水平方向的非线性放大公式是这样子 现在有做就是这样子而已 所以这个转换的公式它的意义 你要自己看 这个不好解释 相当于是给予不同的角度 会有不同的放大倍率 我这边昨天晚上才用重新修改的这个投影片 它的意思就是这样子 我假设这个眼形的物体 相当于是刚刚这个脸 从天空看下来这个人头 这个天空 你看Top view of a head 好 那这是影像平面 刚刚看到的这个图示 影像平面 好 那我现在的目的是要把这一张照片贴到脸上面 好 那你看 我们刚刚解释说 这个脸上面的这个弧线 它们的大小跟影像平面的大小的关系 并不是一对一 所以我要想办法先把影像做非线性的拉宽 然后再贴到这个模型表面上 所以用三眼公式的意义 相当于是把影像平面 这个当作影像平面 做非线性的放大 然后再贴到脸的表面上 你看到这个例子是 越旁边的 我被放得越大 越中间的 没有放得到 然后再个别贴到点的表面上 所以很简单 本来就只是把θ角度 换成为sinθ 然后来做贴子 所以 你可以看到这个数学式字 本来我们要贴上去的位置 直接用θ 所以比方说 不同角度 会贴到不同的位置 我如果取sinθ 的话 你可以看到这个间隔 0 这边插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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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来是等间距的格子 我改成sinθ 就变成非等间距的 前面的间隔会比较大 你看 这边插0.174 这边插0.17 到后面 就插了0.015 所以你看 角度越大的 我的 这个变化就越小 好 所以你看 我角度从这开始算 角度越小的 角度越大 到这边就有数 它的变化就变越小 角度越小的变化就越大 所以相当于是说 我在叶侧边的地方 我会放得越大 叶里面 放得越小 用这种方式 来把 原来的影像先放大 然后再变成 好像是把 脸皮拨下来的影像 所以刚刚讲的例子 把脸皮拨下来 然后再把脸皮 贴到炎柱面上 再把炎柱面像保鲜膜一样 不是保鲜膜 那个叫做什么 保鲜膜 缩缩到物体表面上 那就会得到一个完整的灯头 有贴图的照片 好 那这样做法效果是 看起来比较正常一点 好 所以以上介绍的是 有关于贴图的做法 那后来又讲了一个 比较复杂的做法 叫做 2-part Textural mapping 所以针对 三度空间的物体 你要用一张影像 去做贴图的话 你要先把影像贴到 intermediate service 然后再贴到物体表面上 这样子的贴图效果 看起来才会比较逼真 但是对于 比方说我以前做了很多 地图的 那个地形的贴图 不需要用到这个技术 因为我们的卫星影像 要贴到物体的模型上面 贴到地形的模型上面 我们卫星影像 本来就是从天空往下拍 所以我的贴图很简单 就直接好像是一个雨网 从天空放下来 就铺在这个地形表面上 这样就是贴图的结果 不需要这么固扎去做这个贴图动作 所以对于一项 刚刚前面讲的 脸孔 茶壶 这个完整物件的 那你用这种方法来贴图 贴出来的纹理 被比较逼真 比方说有人要做一个木头 一个木头雕出来的物件 那你如何把那个木头纹理很逼真地呈现在这个模型上面 所以用这种2-part的textual making 贴出来才会比较逼真 好 所以以上是我们对于文理贴图的一些介绍 那接下来我们休息10分钟 然后剩下的2个小时 会来介绍最后一个问题 叫做几何转换 那几何转换当中 我会介绍到三个技术 一个是位置转换 一个坐标转换 一个是投影转换 那这些转换的机组 完全来自于线性怠速的技术 好 所以有没有问题要问的 好 那我们休息10分钟 等一下从184页开始